邰哥知事公司 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鄭國威 是范格知事這家公司的知事長 今天非常高興能都在 台南城大這邊聚集那麼多好朋友 一起來討論 一個攸關全人類的題目 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 AI到底对我们未来人类的命运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谈到AI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1956年这个人工智慧这个名词 正式被定名而且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呢 它其实经历过好几波的起伏 那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说 我只要输入很多的规则 那这样子让人工智慧可以follow这些规则 把事情一个一个去实现 那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到 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就 后来发现想要来制定那么多的规则 把所有的规则都输入到电脑里面 简直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举例来说要叫一台电脑 这个从这个我这个舞台上 现在走到那个门口 中间要设定多少规则 可能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可能要可能要了解说 对电脑来说他可能想说 目前的空气品质是什么呢 目前的光线是什么呢 然后中间会有所有障碍物 每个障碍物的形状是什么 线条是什么 好像要输入无数的规则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AI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好所以这个AI第一波的这个兴起呢 很快又遇到了寒冬 那后来呢 我们又出现了所谓的像专家系统这种东西 我们认为说能够在这个特定的一些 狭隘的一些领域当中呢 能够让AI发挥一些作用 好那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时候的AI它可能是一种可以回答 大部分我们人类问题的一个机器 只要我们把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知识都输入进去 但后来发现想要理解这样子的人类的问题 然后做出回答 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说AI又往下 好这个寒冬又来了 但是呢到了应该算是最近 这个十几年了 我们看到AI又再次的兴起了 那这次的兴起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寒冬 反而是人类开始担心起 哎呀人类的寒冬会不会要到了 因为发现他这个一直狂飙啊 好那在Tim O'Reilly 也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一位知名的美国科技业的出版人 同时也是一位未来学者 他在他的书 就描述这样一个情境 他在这个客厅里 对着他家的这个智能音箱 说那个帮我查一下 那个待会到这个飞机场的这个 飞机有没有准点 然后顺便叫一台LIFT来接我 LIFT就是像Uber那样子的 这种打车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就这样子简单的一句话 这个智能音箱呢就帮他把事情安排好 那这事情 现在在许多特别是美国戏谷 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地方 是已经可以实现的 是已经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就觉得说 哇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到底会对我们未来的世界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 会共居一堂 来开始讨论这个议题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 老实说我觉得是最有资格 来讨论这个议题的两位专家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行政院政务委员 唐凤 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算是也是好朋友 然后也是我们科技知名的科技创业者 SEGA 陈世佳先生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说我们有一个Jazz Code 就是希望大家呢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衣服来 显然大家都不当一回事 我觉得这就像我讲我们人类的自主性 我们并不是AI我们并不是机器人 你叫我穿白色就穿白色 穿黑色就穿黑色 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是要穿粉红色 对不对 好 我们象征我们人类的自主性 那粉红色不是针对你 我就是针对你 好 开玩笑 那所以我今天 但是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活动主办单位 还是非常贴心 有帮大家准备一个扇子 大家有没有拿到扇子呢 有扇子 扇子的一面是Dusk 一面是Dunk 就是这个黄昏或黎明的意思 那不过也要看各位所处 所说自居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其实你本身就是机器人 那你可能会觉得 那你可能 因为今天你可能隐藏在我们人类当中 就不知道 你可能大概就举着说 这是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 人类的Dusk 然后你自己AI的Dun 这很难讲 所以当然我不会 我现在要你表露自己的身份 当然你也不会接受 所以我们待会就请大家按照自己的出发点 然后举起这个牌子 然后到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请各位 再举一次牌子 看各位的立场或意见有没有改变 好不好 那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就要感谢科技部 那我们今天科技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企划组的林秀珍组长也来到现场 来请跟大家这会有一首之一 科技部呢 其实在近期非常关注AI的发展 那可能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好像是这个经济部啊 或是说什么相关的议题 但其实它是一种 虽然前年的科技 那它即将 而且已经陆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于是呢 科技部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 有点结合科普的讨论 让大家能够更快的接触到这些议题 并且参与一个公共的论辩 好 那首先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做个见证 请大家拿起你的扇子 拿起你的扇子 先决定好 你现在到底是站在Done还是Dusk 如果我是 不是如果我是一个人类 我是一个人类 身为一个人类呢 糟糕 露出马脚 好 那我是 身为一个人类呢 我认为 好 是 黎明 好吧 我认为 那各位的立场是什么 就各自决定 好 那我们现在看摄影师 我们先留下一个记录 来来来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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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大家都有勇敢的表态 好 那接下来呢 今天我们的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们来邀请唐凤 唐振伟跟SEGA 我们一起到台上来 谢谢 来 请大家掌声鼓励啦 来 来 我们就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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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们小时候 我们也有看小叮当啦 现在叫哆啦A梦 那对大雄来说 他的超级助理或超级帮手呢 就是哆啦A梦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他做到 也是一个超级的人工助理 那在我很喜欢 以前也有看过的这个美剧 霹雳游侠 霹雳车里面 那个李迈克他也用这个智能手表 智能手表 然后就可以呼叫他的 人工智慧车叫做火技 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我们或多或少 在我们生命中呢 其实都会对这些 非人类的这种人工智慧 然后超级聪明的这种智能助理 有一些想象 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请教台上两位 如果你有一个 这种超级人工智慧助理 第一个 你会叫他什么名字 你会叫他什么 第二个 你最需要他帮你完成什么事情 好 就这两个问题 同时这个问题 我也要请问在座的各位 待会我就会点台下的我们的伙伴 也一起回答 看看这个问题好不好 但不过一开始呢 我就先把这个问题 抛给唐旺唐振伟了 谢谢 这里有 你开开 好 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 我有一个比较反射性的回答 因为我加入内阁之前 我跟这个Siri团队一起工作了六年 所以我反射性就想要讲Siri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业配 所以我没有要讲Siri OK 好 OK 第一个是说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随身助理的话 那声音绝对不会是我跟他沟通的主要方法 根本就不用叫他 对 那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就是现在大家如果现在很多人在 你随便讲一个这个Hello Google或者Hey Siri 说不定你旁边七个人的手表都亮起来 六个人的手机都亮起来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菜市场名啊 这个是非常容易重叠的 那第二个是说呢 因为我之前有戴过一阵子就是Apple Watch 就是它的手表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把手表放到嘴旁边讲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行动 就跟用它来行动支付一样的不自然 对 这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改变法规 让那个手环指环的这个就比较自然一点 这样会比较自然 对 指环 没有人说你要戴在装置上 没有人一定要戴在装置上 你可以戴在随便哪一个手指上 对 那所以就是说 我现在的感觉啦 就是说 我们现在跟AI助理沟通的方式 其实很多还是受到目前的技术的 尤其是麦克风技术的这个影响 其实呢 现在我们看到《歌幻小说》里面 大部分呢 他们跟这个语音助理沟通的时候 它就是叫做subvocalize 什么叫subvocalize呢 就是你好像想要讲一些话 你甚至稍微想到那些字 或你肌肉稍微就是 就是讲话肌肉稍微动一下 可是呢 就是外面的人看起来 其实你没有在讲话 他是好像自己跟他喃喃自语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呢 在未来呢 这个trigger 它很可能就是某一个肌肉动作 它可能是稍微这个 不知道咬一下这个下巴 或者是说稍微这个握一下拳 这感觉有点霍金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这个帮忙过一个自由软体的那个专案 它那个专案呢 就是完全靠这个眼球的移动来输入的那个输入法 那个就是后来过精用的那个输入法 那用那个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常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 在搭捷运的时候 在开车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也只能分一点点 给这个AI的助力 我们的这个全身呢很可能正在做别的事情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有身心障碍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肌肉 或者大部分的注意力 其实根本就不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你要唤醒它 你要跟它沟通 其实真的是花越少时间越好 那能够大声地讲出这个语音助理的名字 这个在捷运上 或者在这个旁边 其实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第一个不会有名字 它大概就是某个我们约定好的肌肉动作 可是要是我的话 我会很想把我的AI助理取名叫唐宝 是是是是 OK啦 非常非常地光荣 他还蛮爽 非常非常地光荣 对 其实我可能是会用这个打个手指 或怎么样去处罚它 对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它的这个行动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 像我看Facebook的时候 我都有安装一个东西叫做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就是它把Facebook那个墙面 整个都删掉 然后就换成一句很励志的名言 阿德勒或者什么的名言 那我到手机上面又装一个叫做Feedless Feedless也是一样 你就是手机上Safari 你开Facebook 诶 墙面也消失了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我在Facebook上面能够看到的东西 就跟浏览器一样 是我想要去看 才看得到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它一定要有什么特定的功能 我会觉得是说 诶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的这个思想 它想办法呢 从我的语言区把它读出来 然后读出来之后呢 它再回到我的听觉区 或者是回到我的视觉区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一般是说是大脑的这个延伸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不是好像一个助理 它是在我外面的这个感觉 那我们大部分学这个认知科学都知道说 当你沟通的频宽大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觉得它是你身上的一个器官 它会变得好像一个脑的一个延伸 就是Extra Cortex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就更不应该有一个名字 因为你不会特别帮你的每只手指头取一个名字 我的前额叶啊 你可以回答我一下问题 很麻烦哦 奇怪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目前对AI助理的看法 那当然这个在科学上有各种讲法 什么Neuralase啊什么东西 那个我们就之后稍后再来讲 OK 好 哇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回答 同样的问题 请问Sega 我的答案比较靠 那个人性化一点 就是但是我会把我的虚拟注意取名叫S 或者是尽量短的一个字 对 因为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不想把它拟人化 对 也其实跟唐梦刚讲的理由也是一样 就是说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延伸 但是它是不是需要拟人化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不需要 可能有人觉得需要 像是科幻电影里面的 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对我来说 这样的拟人化是不需要的 对啊 那接着回归到我们在做的事情好了啦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个产品叫Shop Plus 那它是 它是希望解决社群商务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对它的Vision其实很简单 就是 它也是一个助理 那我们希望跟它沟通的是 当我在从事 比如说我是电商业者 我要卖一个东西 我可以跟他说我要卖这个东西 那一切就解决了 那现在的助理远远还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虽然有一些很好的语音互动的界面 但实际上 真正智能化的社会 其实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 否则你会发现虚拟助理 虽然名为助理 它能影响的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它只能以单一的Task Amazon只会去搜它的网站 Google Home只会去搜YouTube 或者是搜Search Engine 他们其实对外的范围还 远远不及科幻电影里面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光是 光是这一点要让他们拟人化 我就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虚拟助理的话 我会把它决定叫S 一方面是说我的名字就是S 然后我们产品也有很多S在里面 我觉得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Task Oriented的一件事情 我会这样来做 单一功能 要做什么时候是很明确的要来做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务实 这样子 还可以小S大S 这不错 小S跟大S 对还不错 好 那首先这个问题开始 其实也是暖暖身 其实我其实也非常好奇 大家现在内心的想法 因为我之前在别的一个场合 有抛出类似的问题 然后马上台下的伙伴 有一位就举手发言 他说我想要我的一个AI助理 然后他要叫E吧 然后呢 他要 然后他能够帮我了解我男朋友在想什么 我想说哇好精细的一个需求 好 就是说一种 他想要可能侦测人的情绪吧 侦测人的情感 因为他觉得说人心隔肚皮 总是很难知道说对方在想什么 好那另外呢 也上次这个同一个场合 也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他要叫他什么 盘古啊 之类的 我们就从这些神话故事当中 想要去设定一些人类的角色 设定这个机器的角色 然后洗衣服 可是他这个取了那么宏伟的名字 但是希望说他就是可以每天 帮我 叫我起床 然后帮我洗衣服 这样子 我想说 那你对AI的需求也还蛮少的 这样子 对 那不就是一个闹钟 或者说一个洗衣机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说 可是要把衣服掉到洗衣机还很麻烦 对 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心中 像有各式各样的想象 然后我们都觉得说 AI哪一天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 但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大家 来 不管说是穿 各色的衣服啊 或者说举这个扇子啊 其实是因为 现在 大家谈到AI 都没有办法避开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工作 会不会被AI给取代 好 那 在我刚才讲的 这可能前一波 或第一波 第二波的AI崛起的时候 大家或许有一些这样的讨论 但是其实不会觉得那个危机感那么高 那 在现在觉得危机感很高 就是因为发现很多场景 真的是AI越来越好用 那 而第二个问题呢 就 就会讨论到说 那这样子演化下去 什么时候 这个AI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 然后觉得人类很多余 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 这种反乌托邦的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一样 像是《魔鬼终结者》啊 或是 还是《魔鬼终结者》 一二三集之类 就很多啦 就是类似这样子 淫逸杀手之类的 所以说其实 我们现在 也一开始 我们就要把这个 最形而上的这个问题 先留给两位 但是我希望两位 先站在 因为今天 当然不是强逼两位一定要各自 扮演一个立场 但是我们先各自站在一个 积极派 跟一个负面派的角度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假设 您怎么看这个AI目前的最主要 大家重视的这两个议题 一样先请这个唐凤 唐正伟 意思是我黑外套要脱掉 对对对 我们要白衣 白衣 我也跟着脱 OK 好 不过刚刚那个取名字 那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开场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写程式的 那像我每一台电脑 我很多台电脑 确实我那个电脑机器 也要取名字嘛 hostname嘛 我都是取什么X啊 R啊 M啊 什么就是 其实跟SEGA是一样的 因为 我们每天要打太多次电脑的名字 它越短越好 对 那但是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很 很直接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因为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看到AI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不会 我啦 不会对它有一个 投射性的一个想象 就是我不会觉得是说 好像我生命中缺乏什么东西 我希望AI去填补那个东西 我 好比上说 简单来讲 就是像我刚刚走路过来这边 我是看Google Map 那Google Map呢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AI啊 它有非常非常多AI的成分嘛 它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哪个地方正在塞车 哪个地方绕路 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它有非常高的互动性 可是呢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完全被动的 就是说 你现在要求它说 你一定要先经过哪里再去哪里 你要求它 它才告诉你 你现在告诉它说 这个我现在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 我不要开车了 你是要按一下 然后它才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是怎么样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跟我用Facebook的方法一样 就是它是绝对不会有做出在超乎我的预期之外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instrumental 完全是一个工具性质的这样一个使用方法 如果很多人被Google Map带到田中央的时候 就会另外一种想法 确实 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工具它不百分之百保证是正确的 但是当你就是看到Google Map 把你正在带到田中央的时候 这就是表示说你现在是需要跟它有一个互动 就是说你发现你前面就是已经是一条河了 已经是一个桥之类 你使用这个工具它不免除你的这个认知上面的这个责任 它只是让你在履行认知的责任的时候 可以比较省力期而已 其实全部就是这样子 刚刚讲洗衣期啊什么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当你在分类 当你在做这个重极化 就是把相像的东西分开 或像如果你是小学老师 你要改一大堆一模一样的四则运算考卷 等等的这些的时候 它就是单纯的生意的力气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回到 那会不会造成人的失业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它的输入是固定的 输出是固定的 中间累积大家的资料 任何人来做 它只有做的精确率跟速度的差别 那这种东西 我们在资讯科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字 就是叫做ROM 就是Trivial 那Trivial不表示说它做起来很简单 它只是说它问题的定义很简单 那这种ROM的东西呢 我们在工作里面 除非你百分之百都是ROM的 就是你从早到晚做的每一件事都是ROM的 很少工作是这样子 像我刚刚讲 小学老师你批改考卷的时候 可能觉得自己像个工具人 那那个时候是ROM的 但是你前面后面都是在跟人互动 都是在跟人相处 因为那个时候 你每个人生命经验不同 你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 那每个人生命经验不一样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发挥嘛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就是之前在做身心障碍者辅导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直载 就是植物流程再设计 就是你把这个植物里面 融的部分 不融的部分 适合你全身灌注的时候做的部分 你可以用一部分的心力就做的部分 你要全身都就是投入的部分 或者是你动一些小肌肉就可以的部分 直接把它切起来 切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一个人的工作里面可能两成到五成 它是融的 那这些部分AI就进来 那但是其他部分你就因为AI 已经省了很多时间 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人跟人的相处当中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流程再设计的时候 根本就不去开发说 AI需要有自我意识 第一个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 那第二个假设大家 就是有人开始往这个方向想 我们整个社会可以说 我们面对AI 就是把它当作 植物流程再设计里面的自动化注射 那这样的话 其实那个line of research 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去碰 不太会有人去碰 我们自然就没有 他们这个有自我意识 然后去什么 这个魔鬼终结者 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个是当作科幻小说的想法是很好 但是你说我们目前国家社会资本市场 真的投入大量的研究 去让AI有意识吗 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研究案 对了解 所以第一个我想 如果AI可以帮各位的工作 去除掉这些融的部分 老实说应该也会觉得蛮高兴的 如果说自己每天的工作有两成到五成 都是这些融的部分 老实说也觉得蛮浪费生命的 对不对 那AI反而就是 让我们的寿命增加了 因为我们可以真的去好好利用 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时间反而增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哎呀 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 好 但是 我发现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把唐梦说的翻译成白话文给大家了解 好 请容我扮演这样的角色 OK 工作这件事情在被解构 因为传统的定义就跟刚刚唐梦有讲的一样 就是 现在无论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认知型的 AI在意的不是这件事情 对 以往我们认为 听说读写加理解 这是人的认知 但这件事情其实渐渐被解构 因为意识怎么定义 或者认知怎么定义 这个 这个是定义不完全的一件事情 工作其实一样 因为工作里面牵涉到大量的认知 动作 意识这些东西 但AI入侵工作的方式 或者夺走工作的方式 不是有一天突然 你的老板跟你说 我雇佣一个机器人 你不用来了 很少是这样 除非你的工作像唐梦讲 百分之百是融的 百分之百是重复性的 百分之百是可以 机器人一进来 完全被取代的 那没有 通常没有 我举个例子好了 当大家都在关心 Uber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 他们等一下发自动车 那 也有机车车司机怎么办 可是其实 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自动卡车 因为 我举美国 他们在研究就业这个问题 为例好了 他们的研究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他们不会说 一份工作两份工作被抢走 不是 他们先去分析出来说 不同种的卡车司机 在他的每天的工作成分当中 有多少百分比是重复性的 他有一个加权 从零到一 那他们的 统计出来的加权 大约 平均大约是0.6左右 大约是六成 他用这个六成呢 去乘以 所有卡车从业司机的人数 四百万人 去乘以六成 所以他算出来 对工作的冲击呢 整体来说 大约是240万个人 所以 当我们在谈论说 工作会不会消失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工作本身在被解构的 它在被解构 它不是一个工作消失 两个工作消失 它是一个task消失 是一个任务消失 两个任务消失 所以 我觉得各位在看自己工作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 看容 以及 是否是重复性来看 而不是是否是认知型 认知就是听说读写 现在电脑都已经比人厉害 分开都做得比人好 而是看说 到底有哪些是重复性的 是哪些东西是在被入侵 它是一点一滴被拿走的 所以 所以大规模的失业不会突然到来 但是 小规模的这样工作task 任务的消失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就业市场 就是AI对就业市场的一个实际上的影响 是长这个样子 了解 所以 就SEGA自己觉得这个改变是正面的 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 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正面的 我想今天 在座各位还有余裕来听这样的演讲 我想 这就是 这是正面的 这是正面的 好 那当然对于一些重复性质高的工作 这个绝对是 这绝对是负面的 因为以前人们1920年代他们可以从农场转换到工厂 然后1980年代他们从工厂再转到银行的收银员 他们是有转换的空间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不是说工作消失了 有新的工作被创造出来 比如说一台无人机 其实背后是要30个人的团队来操纵 尤其是 尤其是战备用的无人机 或者是mission critical的一些无人机 它背后其实30到80个人的团队 但你说这些在超市的收银员他们失业之后 他们能不能转换到无人机的架势 很难 这跟农转工工转商 这个是有巨大的落差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好事 但是长期来说就是看说人类的社会怎么做出选择 怎么吸收这样的冲击 工艺革命其实花了150年的时间 那整个冲击才全部吸收完毕 那这一次会不会更久 老实说我不知道 那这次看人类的选择是什么 是 有一个比喻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这个马车渐渐被淘汰了 变这个汽车的时候 那马车司机 其实无缝接轨就去开车了 不过现在大家就担心 当这个汽车要被淘汰了 那这个汽车司机可以干嘛 发现在这个比喻当中 这个司机就是那匹马 就是真的被淘汰的就是我们司机本人 或者说工作者本人 但是老实说我们最近常听这种 不管是正面也好负面也好的论述 在我听来都会有一种无力感跟疏离感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以前 假设是劳动部 或者说一些颂扬这个劳工伟大的一些海报 然后上面都会有这个金状的男士或女士 然后这个比着这个金状的首饰这样子 然后拿着吹头啊 或戴着戴着那个工人帽啊 或者这样子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海报 或者说像我们一些这个 对对对 像一些蛮牛啊 还是什么的那种提神饮料的广告啊 里面都是那种 微… 微… 不是微大陆啊 微… 微… 就类似 不是要自如进行销 就类似这样子的这种 提神饮料的广告 上面都会有这种精壮的劳工在里面 但是现在 你看我们办这个活动 哎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海报 上面都是一些机器 都是一些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脸孔 或是一些这种机械手臂啊 都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的这些 因为它象征一种进步性 象征一种前瞻性 前瞻建设 象征一种前瞻性 他就发现说 好像人的角色越来越不见 那我就想请问两位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最该做些什么呢 不管从这个认为 AI会对我们 这个人类带来好处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 AI可能对人类带来一些 负面影响的角度来看 人最该去做些什么呢 从现在去想的话 因为其实 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 已经有很多AI渗透进来了 好一个一个task去取代了 但是 我们可以想见这样子的成长 可能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会越来越快 那但是 那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该做什么呢 想请问两位 这次一样先从唐正伟 好 其实这个海报上面是有人的 他在这里 对 你也不太确定他是不是 对 OK 对 但其实这个蛮有趣的一个隐喻 就是说 像刚刚这个 國威讲到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秀一下这样子 这跟我们一般在演讲大厂的时候 就是人很小 然后那个投影荧幕非常大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有一次去法国思想之夜的时候 他们说我在做的跟Ted Talk 是刚好相反 因为我是把电脑转过来 然后放在我的这个Laptop 然后上面给摄影机拍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是主体 然后这个是我秀出来的东西 但一般的Ted Talk 不是嘛 是你觉得是那个荧幕才是主体 那个人只是这个荧幕的旁白 所以就是说 人到底是主体 还是是这个附柱 角柱 其实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看的 那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以前在电脑的发展史上 就已经发生过 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 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 叫做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 那在那个以前 其实大家用的电脑都叫做Terminal 就是终端机 它其实根本不是做运算的 就是你连到一个很大型的机器 叫Mainframe 它的运算能力差不多 等于这台iPad的1% 但是当时是很棒的机器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只能连到那样子的机器 然后大家用批次的方式 然后给那一台机器运算 然后再回来 也就是说 它这个逻辑完全是 掌握那一台大机器的人掌握的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连一个叫做电传打字机 当时还没有键盘 电传打字机 连到那个上面 然后再把纸拿回来 但是呢 个人电脑之所以席卷全世界 或者后来手机席卷全世界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用法都不一样 你要在上面灌Lotus 123 灌D-Basic 没有人记得这些东西 或者灌这些App什么东西 那是每个人的自由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好像是你这个 是课题 然后它是你非订阅不可的东西 而是说你自己决定 你要跟它怎么样一起去成长 那我们现在看AI也是一样 刚刚讲到这个大的卡车或者客车 那个很可能是AI就是最 你只是坐在里面 或者是根本只是获得给它运 可是我们自己 像这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在台北空总的那个社创中心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人味的 它是大概一百多家社创一起设计 这个足球球门还是喜悍而化出来 然后有一个叫点点扇 它具现化的 我们就发现说 每一个不同的认知的社群 它都有不同看世界的方法 非常有艺术的天分 那在这里面呢 前几个月就有一大堆自驾车 但是这些都是三轮车 那三轮车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虽然同谣理说跑得快 但是事实上跑得很慢 那跑得很慢就是你撞到人 撞到东西都不会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比人小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会觉得它是 有点像同班动物 就是可能是中型犬 那样子的一个大小 那那个大小在人类社会里面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大小 因为我们上万年来 就是跟中型犬一起演化 我们去指一个东西 然后眼睛会侧过去看 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听到 这个狗的叫声 去判断它的情绪 它听到我们的叫声 会判断我们的情绪 这些全部都是 一起演化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狼演化成狗 也没有人类演化成现代智人 那所以当我们把AI 设计成这个大小 然后它又是开放原始嘛 意思是谁都可以改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看到 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们办黑客送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建国花石 这个我要一直买兰花 什么东西 越买越重 所以我就逛不完 逛不到建国浴室 这个就停了 那所以说他们就说 那这样子的这些五人三轮车 它就跟着我走 我就买什么东西呢 它就亦步亦去嘛 我就往上面丢 然后呢这个我就很高兴 我就灌完之后 我就坐上去 它就把我载回家 所以就是说 当它比人稍微小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对它的想像 其实就是personal的 但当它比人大非常非常多 比较说 比波音747还要大的时候 忽然之间 大家都是一种 我们很被动的一个想像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不管是推Maker 或者是推什么 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的 就是每一个高中 都要有高速网路 都要能够连到国网中心 就是希望小孩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AI是比他们小的东西 你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量身打造 这个就是把personal computing 然后带到AI的这个时代 了解 所以说 其实我们 我们会自然对一些东西有隐喻 就是想像说 因为它很巨大 但是它就会威胁 就很大 这样 这个尺寸 size does matter 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些威胁 但是如果说 它平常就在我们的身边 或许那感觉就不一样 但是 但是 好吧 用扮演末日博士的角色 OK 有一个 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 学校还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 他有一次去参观开发中的国家 当地官员陪同去视察工敌 那 呃 那个 诺贝尔的那个得主 他就说 他就说 奇怪他们怎么都用 在挖 挖挖挖 当地的官员就说 这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 哦 那这个诺贝尔的得主 他回了一句什么 那你发这汤子给他们不是更好吗 嘿嘿 欸 有没有道理 因为更慢嘛 更多人需要来挖 更多的就业机会 更长的 工作保障 对 所以 我想就是 刚刚国伟有讲嘛 就是人要做什么 就是说 呃 我想这一点 我的看法真的是 进步的列车 其实不会停的 是不会停的 只是 有些人搭上了 有些人没有搭上 那 呃 有一本书蛮有名的 Nickels Carr 他写的叫 Glass Cage 他说现在其实所有人都被锁在屏幕上 那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他得到一个结论是 呃 人 有很大一部分的意义 其实在工作 为什么在工作 是因为与人的连结 是因为与人的连结 也倒不是为了做重复性的事情 而获得意义 当然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钻牛角尖的 可会觉得重复性的工作 是一种人生的意义 他把事情做得很好 他有职人的精神 但是 呃 结论是更大的工作的意义 其实是在于 与社会的连结 这其实在AI时代 其实一样适用 一样适用 因为 2013年的时候 就有一篇研究报告就出来 说哪些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大家现在都可以想象了 重复性的 搬运 制造 运输 这些东西 甚至于农民 漁业 全部可以智慧化 全部可以不用人去干涉 剩下什么 剩下第一个电脑工程师 剩下第二个健康照顾 教练 这种跟人相关 以及极端的 跟资讯科技相关的 这两种光谷 所以 回归到我们就是 未来的意义会在哪里 很大一部分是 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这些东西 你要如何再去 发挥它 发扬光达 所以 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 可能会逆转的一个情势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手机里 其实其实是一种疏离 主持人说的疏离 因为科技带来的一种疏离感 但一旦 人类的真的工作上面的 很多东西渐渐的渐渐的 取代性都出现 重复性都被拿走 就是被AI拿走的时候 那这时候人反而会更去重视 人与人之间的工作 比如说像长期照顾 长期照顾 我相信在未来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情缺 不只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 人类的人口 会呈现一个倒三角形 然后你的人口是比较多的 它会成为一个险缺 而是在于说 它赋予工作的意义 会比现在很多的工作 都还要来得大非常多 那会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下一代 他们会去追求的东西 所以说其实 我们看到这个AI的发展 一方面是我们 怎么想象它 另外一方面是 如果说我们 算是一个一个Test被拿走 可能人跟社会的连结 渐渐不见 倒不只是说少了一份工作 没有薪水可以赚 而是说 连在这个办公室茶水间 跟同事八卦 或者说晚上一夜 唱卡拉OK 吃烧肉的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就渐渐的这个就梳理了 那我觉得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讲到情感这件事情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来的这个车上 才跟这个Sega在聊 会不会让自己的小孩看3C用品 就是很小的时候 很四五岁六七岁就开始看 甚至有的更小 两三岁就开始看 现在我们在餐厅就看到小孩子 很自然的就要跟爸妈妈 这个要这个东西来看 那爸妈也很自然的 为了让小孩子不要吵 就直接丢给他看 不然他眼前他就安静了这样子 基本上呢 那现在包括我们讲这种智能音箱 刚才都说 两位都不太想要 对自己的这个智能助理投入感情 但是我们从小在家里有一个智能音箱 或有一个智能助理的时候 那你就看到这个小孩子 希望有人念故事给他听的时候 就是嘿Google念个故事给我听 哎呀糟糕他不是问爸爸妈妈念故事给我听 他是问Google 这个渐渐的是YouTuber我想要看什么 那渐渐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发生了嘛 好那我想在座各位有没有一种 不太喜欢接电话的感觉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不太喜欢接电话 我总觉得那个很侵入感很强 你就传讯息给我好了 干嘛要接电话这样 干嘛要打电话给我 好很多人其实会有这种 就是因为事情会被中断 然后整个注意力很紧绷这样子 反而是跟机器互动的时候 可能就像刚才唐凤正伟讲的一样 因为你某方面还可以去决定 你要跟他做一个什么事情 或者说我要不要看这个讯息 我要不要以读不回 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渐渐就是 因为我们跟机器在一起很舒服 就渐渐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跟机器的互动 反正就不太了解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想要请问两位的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 我们的科技 让我们的人类的情感面 不至于说被颠覆呢 甚至失去呢 还是说其实没关系 或说它就是一个必然 我也想要请教两位的意见 那先请这个唐正伟 是 我想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 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面 因为频宽还不足 5G还没有很普及 VR技术还要四五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即使是所谓的通讯科技 好比像说刚刚谈到 就是它留一段这个 语音讯息给你 或者是怎么样 它其实都是一个很片段的一个侧面 那你在网路上面 可能看到大家这个画了一幅图啊 分享一则新闻啊 讯息啊等等 一句话来讲 就是你的荧幕越大 那你就能够看到越完整的事情 那你如果荧幕非常非常小 像刚刚讲的一个手机 那本来就是一个很片面的 因为你卷动的时候 它已经从你的working memory里面 已经消失了嘛 所以当你看到是一个片面的时候 那人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看到片面的时候呢 就会去脑补 去把它补上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完整的东西 那Skype 这个假设通讯品质不好 那可能只有360P或者240P或不到 你还是会想象 对方有各种各样子的表情 那个想象都是错的 脑补虽然很补 但是都是错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常常就是 陈珊玲有一首歌嘛 就是这个好像悲伤下载了两次嘛 就是说他po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一点点悲伤 但是呢他po完就没事了 他发泄过了 但你看到的时候呢 你脑补了更多的悲伤上去 然后再传 再传 所以到最后就好像 大家陷入一个集体的 无意识互相感染的一个情况 但一开始其实只有一点点情绪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这个状态里面 确实我自己运用的方法就是 我尽量都只用大的螢幕 我不会用小的螢幕去看东西 我的螢幕大小都有这样的 对 然后最好是完整的螢幕 就是VR 就是完全在VR里面 我别的东西都不要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比较没有脑补的空间 你比较能够很如实地 去感受到那个对方 当然你透过VR 要非常非常完整地 把这种维系的表情都传递过来 那5G跟VR技术都成熟 大概四年到五年之后 但是在此之前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settle for the worst 就是说现在明明就是脑补的东西 那你不如是用网路 专门就是把人约到面对面 然后好好吃一餐饭之类的 那我觉得 我们现在在这个过渡的期间 不要过度投入一个东西 到一个片段的一个 你刚刚讲投射的一个个人助理 我觉得对大家的精神卫生 心理健康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这是很具体的一个回答 对我们现在 比如说大家在网路上 常常看到人家截图 那个line的对话的 那个 反正就是一些画面 然后就po上来 然后大家就觉得 他怎么讲这种话 怎样怎样 我们开始脑补 对我们就开始脑补 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其实 包括最近我们因为 这个普悠玛 这个列车的事件 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在网路上看到 很完整的 这个所谓四十几分钟的通讯 通联的记录 那大家开始想像说 那时候有多煎熬 这样子 那当然并不是说 这个不煎熬 而实际上我们就会开始去 藉由这个很局限的一些 资讯去想像 这些事情 唐工唐中尉 提出一个可能性就是 那如果我们透过科技 再持续加大这个频宽呢 随着5G 随着VR 这种可以更大频宽的东西出现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改善的啊 那现在我们只不过就是在过渡期嘛 那就像以前 这个飞鸽传输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好煎熬 就是说这个频宽太少 那些后来透过有电视 有电话 频宽就增加了 所以我们现在 好像一个频宽 可以再增加的一个画面 的一个趋势在走 但是 但是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频宽越大 资讯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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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个人来说 资讯是越破碎 哎 嗯 就是说 资讯越多 无用的资讯也越多 错误的资讯也越多 所以 在 假设人类的脑容量 是60万本书 这件事情是不太会变的 而且 频宽 人类的脑的频宽 接受量也不变的状况之下 这件事情会变得更严重 或者是 更缓和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 我不太确定 那我从一个视角 就是 对 我会鼓励我们下一代 不要学电脑去多工 人类无法真正的多工 他只是很快的在做 context switch 电脑可以 电脑它 它的CPU的设计 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它就在会 像云端情人这部电影里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里面 人工智慧 可以同时交200多个男朋友 女朋友都有 类似类似 其他社会问题 我们先不讨论 那就是 多工跟单工 就是 single texting 其实已经证明说 多工对人类是不好的 的效率是不好的 对认知 对专注力 对学习的深度 其实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下一代来说 最重要的是了解 我们可能有一天 我们要教导下一代如何去专注 应该说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已经在发生了 这会变一个产业 我们会付诸很大的心力和价值 去教导我们下一代如何专注 这会是新的产业 大部分人太破碎了 大部分太破碎 不知道如何筛选资讯 对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各位觉得印表机为什么没有消失 各位觉得印表机 是在衰退的行业 还是 人类耗用的纸张是变多还变少 在全面电子化之后 答案是变多 因为资讯变太多了 原本预测印表机会不见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它往反向的地方再走 所以资讯的高速公路 越来越宽的时候 我们接收到的资讯 是不是会更完整 还是说更不完整 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是更不完整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包括我想唐正伟 现在关注的假新闻的议题 那第一个唐正伟讲到 我们人本来就脑补 第二个SEGA提到说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破碎化资讯 以及 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假设 可以 这个储存容量 60万本书 或者说 1G左右的一个容量的话 那其实就会变成说 我们注意力有限 那这时候就会去挑选 但我们不知道 如何去挑选的时候 这个内容农场 或是各种想要害入你的大脑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出现 特别在我们最近选举的时候 那各方的 今天没有要讨论选举 不过各方的这种想要 争夺你的注意力 跟争夺你的有限注意力的这种事情 就越来越多 那所以我想要 接下来要请问两位 那我们现在看到AI 它其实已经可以自己去创造假新闻 然后自己去创造讯息 不一定是假新闻 就是创造讯息 然后它可以 包括我们Facebook Google YouTube上面都会有演算法 那它都是AI 它会根据个人 根据我们的喜好 根据我们过去的浏览历史 根据许许多多的条件 然后未给我们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 就很自然而然 就被 就习惯的一种生活场景 很少人大概会像 唐凤一样去安装一个这样子 然后把它整个滤掉这样子 那这时候真的都不知道说自己 装Facebook到底干嘛 因为整个都被滤掉 那但是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现在吸收资讯的方式 已经变成这样的话 那AI在里面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以前我们如果说 新闻媒体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抗议新闻媒体 抗议什么 现在新闻媒体已经弃手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全部透过这样一个AI 这个一个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在过滤我们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政府该做事情吗 政府做事情会不会变成打压言论呢 企业该做什么 企业该负责任吗 那我想这个事情 我也想问来自一方面是政府一方面企业的两位 特别SEGA也协助我们很多政府单位 给一些咨询跟顾问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两位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比较好 自动化的讯息 自动化讯息生成的这个年代 我想先回应一下就是SEGA刚才讲的有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我们看就是旧的工作慢慢它转型嘛 新的工作慢慢产生 那新的工作产生 刚才SEGA特别讲的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这个写AI的人 这个当然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陪伴那些人的人 那这些也是需求非常高的 那包含长照啊这个或者是心理自伤啊 所有这些东西 反正是全时间全神贯注跟人相处的 那其实写程式也是一件全神贯注的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全神贯注的事情 它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因为你要投入整个生命经验 但是呢我想就是因为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就是最近才把台湾就是平成四大超级创新国 那个组织 那个组织它有发布一个统计报告 是就是从有开始有deep learning 有差不多五年之前嘛 然后一直到现在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新产生出来的工作 那当然SEGA讲的这个是占了绝大部分 那其实有一个工作 刚刚SEGA没有讲到 它叫做体验设计师 就是experienced designer 那这个是最近五年增加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缺 那体验设计师的过程 他到底在做什么 体验设计师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去看大家每天过的这个生活 然后去找里面到底让心情变好 或者变不好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试着去重新安排这个生活的 这个流程或者节奏 然后呢让大家的这个体验能够变得更好 像我们在报事软体重新设计的时候 就跟非常多体验设计师 我们那个提案人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提案人 卓智远本身就是一个体验设计师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他报税的时候的体验非常非常的糟糕 他想要让这个大家一面报税 心情不可能变好 不要变坏 对 不要变坏 然后稍微变短一点 那像这样子就是让大家在过程当中 心情至少不要变坏的这个工作 确实在有AI以前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省掉一个人一小时的工作 总是某个别的地方 有人要加两小时的班 通常是公务员 所以这种事情就很难发生 但是当有AI之后 你可以帮所有人都省到时间 所以体验设计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回来回答各位的问题 就是说体验设计它有同样的有主动跟被动的分别 如果你设计出一个体验的时候 那个设计师是比较humble的 就是比较谦虚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我们那个空间它的用法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不会预设说你进来一定是什么走向 一定是什么动线 你每次想要测一个不同的站的时候 里面有非常多可以更改的地方 所以等于是使用者 他本身也是一个参与设计者 当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用这种叫做social infrastructure 就是社会性的一个基础建设 让大家在上面很容易地去搬动这样子的东西 很容易去调整 这个空间本身是很透明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空间怎么设计出来的 这个时候设计师跟使用者中间 就不是对立的一个关系 而是好像我把一些乐高积母放在这边 然后有一些示范的方法 让大家自己可以去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可能有点像小孩在玩那个沙堡一样 就是说你在沙盒里面就是这些沙子嘛 但是每个小孩可以堆成不同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做的事情大概两个 一个就是说 确保说在引进一个新的AI的这样子的朋友们 他有一段这种安全的空间跟时间的一个实验期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无人载具沙盒已经一读通过 很快要三读了 因为好像没有政党协商 应该今年说不定就会过了 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说 像刚刚讲那个无人三轮车 它如果真的要在路上开的时候 你可以先在一个像动物园的地方 先观察它的半年一年 像沙伦科学城之类的 我们在这边 对 就在高铁山旁边 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动物园 可以让大家去看说这些新的物种 碰到台湾特殊的情况 妈祖绕境的时候 游行的时候 随便 看这些新的物种会怎么样子去发挥 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去改变它的参数 然后变成是一个自己习惯的 喜欢的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它才走入社会 那我觉得政府把这个沙河的边界 跟这个透明的程度 让大家能够了解 能够参与 这个是政府要做第一件事情 那政府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自己不要造谣 自己不要放一些不实的讯息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搞错了 那我们一定在一个news cycle 就是六个小时之内 在我们的官网去澄清 那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说如果行政院自己院本部 都没有办法这样及时去更正 我们自己的困难的话 你怎么要求各部会 或怎么要求各个地方政府 所以我们在行政院首页 有一个快速的自己更正自己的 这样子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所以说反求诸己 那很多的讯息之所以会有被操作的空间 可能就是官方自己的讯息有错 或很不够慢 太慢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就脑补了 好 那但是 但是 一定要但是就对 OK 从技术上的角度来看 假新闻哪里定义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其实大部分事情是灰色 尤其所谓的新闻 什么就是新闻 更难定义 我说礼拜一的股市会跌100点 那这到底算是假新闻 还是我支持 还是说以后我们写新闻一定要用 每一个outcome 都要用一个几率附在上面 才证明说 其实我不是在发一个假新闻 就像气象预告一样 这个好像不错 对不对 你就可以完全去除掉人性的成分 这样新闻里面 所有的判断都有几率在里面 其实这是新闻的本质 很多东西就是 意测 猜想 情绪 所以你要定义它的真或假 这个问题 本身这个命题就会有问题 这个命题就会很危险 应该做什么威胁 就会变成 为什么人家说 可能会演变成签字言论 是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定义不明 然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被滥用的工具 所以假新闻 我觉得在以务实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 它本身难以定义 那如果你去看 所有的媒体 其实从17、18世纪那时候开始发展 人类的历史其实都差不多 最早的时候 法国巴黎的街头 在18世纪、19世纪那个时候 贴满了所有的海报 贴满了所有要抓住人们注意力的海报 海报多到政府出手干预 说这个让巴黎的街头 变成一个混乱的街头 这不就是形容最近的台湾 这就是转线上 选举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你爬出媒体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也好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一再重复的 那这件事情一旦到了极端之后 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除媚效应 社会会开始反转 是不是政府干预 其实已经不是重点 而是整个连产业 连社会 包括政府在内 都开始检讨说 我的法国巴黎街头贴海报贴成这样 世荣如此混乱不堪 这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那个时候海报被管制了 所以它会物极必反 说穿的就是物极必反 到后来的广播 电视 大规模的政治宣传 或者到后来的电影 这些其实 在人类社会上这些事情 除媚现象一再发生 我们现在其实也在 我觉得也是到另一个让头上 所以假新闻其实越来越泛滥 那现在你看到欧洲已经拿出了GDPR 为什么 他不希望自己的公民再被监控 为什么不希望再被监控 是因为他不希望AI再去更 推更多的东西给他们 因为 获取更多个人的资料 获取更多个人的资料 其实这是一种除媚效应 所以Tim Cook这两天 他也大声疾呼 说 所有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这些装置的厂商 都应该意识到说 我们不要再让Google Facebook Amazon 来监控我们 在做些什么 我们应该要往这边来走 全世界都应该响应GDPR 所以新的除媚现象已经开始了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监控 是因为 我们要高度的客制化 完全的客制化 代表完全的透明 就是你的资讯 是完全百分之百被掌握的 但这件事情目前 到一个翻转的一个让头 所以 如果讲到说 AI接下来会有什么 寒冬的话 这会是一个寒冬的契机 因为太多的资讯被采集 太多的资讯被采集 然后人们感觉非常的 对 除媚效应 除媚效应就会出现 所以 可能是 人类自主 或者说 提出包括像GDPR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法令 要求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缓一缓 对 不要再继续往前飙 好 但同时间 这个我想 讲到科技 大家就想到说 他就是会往前飙 你台湾不做 或者说某些国家不做 其他国家会做 于是就有这种 算是有点军事竞争的感觉 比如说 那个中国好像没什么在管制 什么资料都可以采集 什么东西都会 你在微信上 看到什么东西都会 到政府的资料库里面 好像什么东西 都 都可以用的时候 好像 好像芝麻信用 或者像这种东西 好像都可以在中国实现 那中国超越我们怎么办 那于是呢 其他国家也还是 毛起来做 那我觉得 这时候政府的角色 应该会是什么呢 或者说 两位觉得公民 作为公民 不一定是个人 就是公民团体 公民应该要在这时候 发出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能不能具体 把我们归纳几点 您会认为说 作为一个政府 或者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对 是 其实刚才讲说 大家都全力往前冲刺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在的轨道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刚刚讲说 在PRC 什么都可以做 那个是党 什么都可以做 不是说 谁都什么都可以做 只有党 什么都可以做 事实上 其他人是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 就是说 这确实是 我不会否认说 它是一种创新 它真的是一种创新 也许对未来的社会科学 就像某些地方做人体实验 就是没有道德约束 它也是对科学有贡献 这个都是真的 但是呢 不表示说 我们是要往那一个方向去做 在台湾 我们大部分的创新 可以说是所有的创新 为什么要有一个沙河 让整个社会看 就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不管是在永续的经济 永续的环境 永续的社会上 这三个不是说 你挑一个 然后牺牲掉 全部旁边的所有的 而是说 你对这三个都有好处 或至少都没有坏处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创新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 就是它不是 只是对社会有好处 它还是让整个社会来参与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有赖于 就是一个公民的这个空间 就是集会 结社等等的这个自由 那我现在常常用一张图 就是一个叫做Civicus Civicus 的这个组织嘛 它讲的就是说 在全世界你有这个集会 结社言论自由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你如果选亚洲 然后再选完全开放 就只有台湾而已 就没有别的了 那当然这不是说 我们做的比纽西兰 澳洲或者一些北欧的 这个国家来得好 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但至少在我们这个区域 我们是唯一一个公民的空间 正在扩张的 在我们旁边都是正在缩减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有新的技术 不管是分散式帐本还是AI 还是什么别的的时候 我们都是先想到 如何让整个社会里面 尽可能多的人 都能够用到这个技术 那在我们旁边的 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经济体 它都是尽可能让一小部分的人 用到这个技术 然后其他人就乖乖地被管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 方向的不同 倒不是说你比速度 比速度可能双方都有自己的速度 但是当你背道而驰的时候 比速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那在这里面政府的角色 同样的就是说 我们要确保新的创新来的时候 它不是把一小群人 把所有人泡在后面 我们所谓的开放式创新就是说 你进入这个沙河 你进行一年的测试 你可能失败 但失败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资料已经是共享的 你个资它是至少有一些保护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等于让新的创新者 都学得到东西 所以就是感谢投资人 帮大家付学费 那这种开放式创新 才值得我们投入政府的力量 来去做 因为所有人都学到东西 如果没有 或者说你一成功 马上就被买过去 变成国营企业 那当然我们旁边 有一些经济体 是这样在做创新 但我们不是 就这样 OK 好 走的方向不一样 那个速度就不一定是需要竞争 因为本来就是 往不同方向在发展 那SEGA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公民 或正为一个企业 你觉得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不换寡而换不均 这是 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问题 所以 其实 越开放越连结 它的外部性已经是越强 它赢家全拿的效应 也会越强 然后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创新的童子 如何不把 其他人抛在后面 这是非常 这是应该是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所以 重分配会变成 接下来 大家 很想讨论哪些事情 像是什么 全民基本收入 类似这样子 对 这是一种重分配 对 因为 所以 一旦一件事情 只要被资讯化 它就有赢家全拿 规模化产业的效应 网路外部性的效应 立刻会出现 那现在我们看到 就连人脑现在开始被外部化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所有做的事情 开始被外部化 所以它也会有赢家全拿的状况出现 所以 重分配会是接下来一个很大的议题 包括全民的 基本收入在里面 这些都其实都在里面 所以 那 不管寡而患步均 其实很好理解 是因为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都比 100年前 200年前的皇帝 过得都还要好 好 太多了 即使是生活在极度贫穷的人口 他们享受的基础设施 也比100年前 200年前 医疗 环境 有马桶啊 有冰箱啊 对 这是100年前 200年前没有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人类会 还会不满 为什么还不满 是因为比较 所以会有竞争 所以会有经济效率 好 一切一切就会延伸到我们后面 为什么科技的列车停不下来 就是因为这是一路相乘 这个脉络是 这样子在走的 所以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确保说 这样的创新 这样的科技 除了不会把人 泡在后面之外 也不会被用在恶意 这件事情 因为 呃 我觉得 核子技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说 人类并没有因为核能的发展 或者核子技术的发展 然后把人类弄到消灭 目前还没有 至少目前还没有 Not yet 就是说 它可以拿来发电 它也可以拿来做核子弹 是一样 所以很多 科技宿命论 其实最后还是回归到 人类的选择 是什么 那 其实在这一点上面 人类到目前的表现 还不错 其实还不错 我们的人类社会 其实整体是在进步的 整体是在进步的 整体是在进步的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我们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 现在没有饥荒 我们现在天花也消失了 这些东西是 几百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 因为以前的人 人人是寿命是平均是四十几岁 不到四十岁 然后疾病一来 传染病一来 是四百万人五百万人 这样直接消失 可是人类走到现在 已经没有饥饿 现在多的是胖死的人 而不是 你知道也不是 也不是车窩死掉 其实都不是 所以我觉得人类在这一点 真的做得还不错 但对于AI来说 这也是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 因为高度连结表示这个世界 变成一个高度的脆弱系统 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闪失 会造成连锁效应 就像股市崩盘 他已经现在股市崩盘 已经变成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很难解释 就美国跌 亚洲全部都要跌 亚洲全部都要跌 行星市场全部跌 对 但是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触发 其实已经没有人能解释了 就是说当整个人类 其实透过AI的连结 透过资讯集团的连结 它变成一个高度连结的系统 它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系统 这个就是政府接下来要注意的 防火墙它应该设在哪里 然后AI不被用在恶意 如何让AI不要被用在恶意上面 而不是朝向一个 就是要跟某些大国去竞争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是 我觉得台湾接下来发展AI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唐正伟也讲到开放性 以及能够让所有人都在 沙河底东学习 对 而不是说有些东西 这个专利化 或者说就是 这个资料被拿走 就只有个别公司的 所有 变成个别公司所有的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好 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 也就是我们直接来 这个回答大家的提问之前 是不是先给我们两位这样的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透过这个slido 已经收集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目前我看到有15个问题 那有些它的重复 它的比较类似 所以我可能就综合这样问 那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深度 还真的是很深 对感觉一定有AI混在我们人群当中 就是想了解我们人类到底在想什么 但也没有人说台上两位不是AI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问题好了 这个六点半就提出来了 这比较早 这个Eric问呢 当我们这个人工智慧进步到处以简化 人类大部分的生活 取代生产活动 那可能造成大量失业以及新型态的工作 不足以支应人类需求的阶段 那我们该如何教育人类未来是有黎明的 那这刚才跟我的问题其实不太一样 他其实强调的是 我不知道这个教育用在这边 是不是有点催眠的感觉 还是有点要给大家打鸡血 给大家一些 观点鸡汤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要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我们要往前走 这阶段性的迷惘或没工作 这是一阵子的事 很正常的 这我们有办法去教育吗 还是说这个是 这该怎么办呢 想请问两位这个问题 郑伟先好 因为我刚好也是12年国教课纲的委员 所以我们在做新课纲的时候 其实是很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新课纲明年终于要如期上路了 在小一 过一跟高一会开始上路 新课纲跟九九课纲 就是快十年前的那个课纲 其实它的最大的一点 就是在之前的那个课纲 跟东亚的大部分的系统一样 是叫做技能导向的教育 什么叫技能导向呢 就是说按照你的兴趣去分流到某一组 某一组之后你到某一个系 到某一个系之后你在那个系上面做出一些 可能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啊 在这个特定的轨道上排名啊什么 刚刚讲的那些想象 大概都是技能导向教育的一个特点 那当然东亚在这方面都一样 台湾也不例外 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你七岁八岁开始到小学 然后呢我们开始培养一个特定的技能 很有可能十八岁的时候那个技能就消失了 它就被自动化 事实上是这样 那或者说你好不容易培育成一个学门的这个专家 到你十八岁的时候学门被整病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会有一种被教育体系欺骗感情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这个国教署就会承受莫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在星课纲里面呢 我们只把技能导向变成所谓的素养导向 什么叫素养导向呢 就是一个人自己心里的东西 它是不会被外面的东西取代 那素养大概三个嘛 一个就是自发碰到事情有好奇心想要自己去解决 互动跟自己领域不同 背景不同 文化不同的人去互动 共好就是不要把别人当工具 然后找到共同的价值 然后去按照那个共同价值去创新 那如果学生的认同是这三件事情 我不知道算鸡汤还是什么啦 但是总之这是在它里面的嘛 不是在它外面的 它如果认同是这三件素养的话 那随时有新的技能 有新的AI 有新的工具出现的时候 那很好啊 就是让我达成我的这个社会实践的使命的一个 新工具又冒出来了 它就会有种很正面的方法看待 但是如果它过度认同特定的技能 那个技能又被自动化 那就算有五条件基本收入 它都会觉得人性的尊严受损 然后遭到这个国民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欺骗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转换成新课纲 不是只是因为说 这个国家一定要十年换一次课纲 而是说我们真的是看到说 我们现在如果不去用自发互动公号 当做教育的标的的话 那没有任何课发会的留言 能够去预测说十二年之后 到底哪些技能还管用 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基本想法 已经变成是说 站在现在要想象十年之后未来 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如果我今天说 应是要说你就学这个吧 你就学这个程式吧好了 或者说你就学这个技术 那以后就投资下去 这个赚赔自己负责这样子 就是这个政府会有点不太负责任的感觉 所以要从素养导向来开始做这样的改变 但是 但是我们有什么要普通 没有啊 OK 我非常认同唐楓的说法 对油记能导向来 轉變為素養導向 認知導向 因為沒有人預測 下一個十年我們該學些什麼 不過這個對很多的 包括我自己是爸媽媽 都會有點不安 比如說我老婆常跟我 晚上睡覺之前聊一些問題 那個女兒長大之後 要不要讓她去學什麼 我有時候就會想一想跟她說 我都不知道十年之後的未來 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還是不用好了 但也不是為了要省錢 然後就覺得說她是不要學 要學英文 好像以後應該好像不太需要 翻譯這個角色 可能啦我不知道 就是說那到底還不要學呢 英文還不要變成第二官方語言 我不知道 那這可能又是我們的國策 投下去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局面 那第二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這個 匿名 他問說 人工智慧會不會更幫助手中 溫有大量資源的財團或機構呢 比如說現在Google手中有 大量使用者的大數據資料 所以他們能夠訓練出更精確的人工智慧 那李開富先生呢也有提到 他自己用AI來理財 有這個8%的投報率 比這個人類好多了 那是否會增助長這個社會的M型分佈呢 好 那我想 呃 這個問題 請SEGA 不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一直在持續的動態 嗯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一旦任何的產業 任何的 任何的鏡燈 一旦被資訊化 數位化之後 它就會有外部性出現 對 外部性是 就是贏家全拿的這種現象 所以 呃 Google和Facebook其實就已經有這種現象在了 因為現在AI的問題不在於技術 在於資料多光 好 這這個是關鍵 因為 呃 Google對於技術1%的改善 相較於一家小公司1%的改善 它帶來的效益是百億美金 相對於一萬塊美金 所以你就知道說 呃 Google為什麼要把 所有的資訊技術全部開放出來 一方面當然它堅持open 創新的精神 這第一個 但在 如果你從商業層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其實有重大 以在於說 這些東西並不是它的主要獲利來源 它的獲利來源是透過網路外部性 更多的資 更多人使用它的工具取得更多的資訊 更多的資訊 更多的廣告 更多的廣告 更多的收入 它的外部性會越來越擴張 它的所有的東西永遠都會是免費 它不會跟你收任何的錢 就是因為要累積這樣的外部性 所以 而這件事情其實本身已經在形成了 已經在形成了 這其實會回到很多 所謂的AI新創 面臨的問題 不是技術問題 而是數據的問題 台灣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 所謂的大數據 而是小數據居多 小數據居多 這個情況下 也是大成很大 所以 即使是在AI的領域 也是一個M型社會 也是一個M型社會 小的AI就是一坨人在這邊 大的AI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SEGA就是要餵大鞭 西瓜餵大鞭 好 就是現在是跟Google站在一起 專門架 嗯 熟悉Google系統 了解 好 OK 這個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說五年前 就是WEF開始統計這個的時候 五年前尖端的機器覺醒技術 它是非常data hungry 就是它非常非常需要資料 而且它需要的是相同格式 而且最好有標記好的資料 因為當時這個非監督學習 還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這些都是真的 但是呢 我們最近一兩年 就是AI的間斷研究 它確實是也給我們一些新的希望 就是說不只大數可以聚 小數也可以聚 對 那小小 是不是 好爛的笑話 但是意思就是說 你不需要累積相同的資料量 到非常非常大的程度 你可以有一個 好比說說 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這個對話 其實我收集到的 並不是非常非常大量的資料 就像SEGA說的 這個人的感知的那個頻寬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包含這個氣溫啊 聲音啊 各種各樣就是我的身體感覺啊 所有這些東西 它可能同時有二十幾種 不同的就是modality 不同的模態 但是每一種都只收一點點進來 那為什麼人類在這種情況竟然 還可以function 就是因為我們在腦裡面 有一種東西叫sensor fusion 就是說 它可以同時把感知到的各種 很不完美的東西 變成一個比較好的綜合判斷 那這件事情在以前 可能五年前六年前的AI 那個還是非常 就是你只有在paper上看到的東西 但是在現在 比較有可能真的做到 甚至現在有一些 晶片設計的廠商 開始就是說 那你根本不用連到雲端 你就可以直接在感知端 就用一些小規模的數據 就開始做這種 就是感受的一種混合 那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對於大家 掌握資料的自主權 是當然比較有利的 因為你就不需要傳出去了嘛 你可以穿在身上 它就可以幫你去做綜合的判斷 那也比較不會有大者恆大的情況 因為大者恆大的情況 它是有一些犧牲的 就是所謂的bias 就是所謂的偏見嘛 就像Google一開始推出 照片自動打標題的時候 因為它用來trained的那個東西 image net 裡面黑人不夠多 所以每次黑人上傳自拍 它就飆成大猩猩 那這個當然是讓Google馬上下架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現在它訓練的資料 是你真正日常的資料 而不是跟全人類的資料 甚至一些Google campus裡面白人的資料 當作那個基盤 而是說你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經驗去累積的話 反而不會有這樣子一種bias的情況 OK 好 那其實人類本來也都會犯這些錯誤嘛 譬如說我們很多時候都說心理學的研究都是美國大學白人二年級學生的樣本 所以說調查出來的所有心理學的研究的結果都是這群人的心理 這樣子 好 我們就 因為老師都找這群人來做問卷嘛 對 這是一個 好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延伸剛才的回答 就是說 請問AI導入街頭人臉辨識降低犯罪率的看法 我們常看到一些 這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是張學友的演唱會 每次中國都可以抓到五六個通氣犯這樣 據說現在已經抓到四十幾個了 已經完全是一個都市傳奇這樣子 那想請問 假設我們的政府要導入這個AI來辨識街頭上的人臉 找通氣犯或是找違規的人 因為好像中國有 那兩位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SEGA 可不可以先來回答一下 貴公司有沒有發展類似的技術 有些事情不好說 沒有沒有 我剛剛想到一句話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陳 其實在等臉辨識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預防犯罪 當然它可以發揮一些功用 但是在觸犯隱私這件事情 它同時也會發揮作用 所以科技真的是一體兩面 老實說 所以這跟社會的接受程度 以及社會的氛圍 當時的氛圍其實非常有關係 但是我所看到的一個洞派 其實是說 這件事情還是無可避免的 其實會被一直推進 因為殘忍的犯罪會發生 那當民粹是主要是由情緒來決定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被推進 就這麼殘忍的事件發生了 怎麼會我們連人臉辨識的技術都沒有 都沒有辦法推上去 讓市民感到安心嗎 這個就是當民粹跟科技情緒 三個交織在一起的時候 科技無可避免會往這邊來推展 中共其實走的比較前面 但是在民主社會這件事情同樣會發生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動態 就是如果說我們自己的公民素養 沒有成長起來的話 我們可能會更 甚至是允許或是逼著我們的政府 去做一些用科技來起步 用情緒用片段的事件 來去推展這整件事情的發生 那這個有一個問題 非常的特別 但是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想問問看 關於台灣電信業者 聯合向NCC施壓 將5G商轉延後 是否會影響台灣人工智慧未來的發展 因為首先是我並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 我不知道鄭偉有沒有聽說這件事情 好 那 然後就是說這兩者之間 到底有沒有關聯呢 好 可能有一些簡報事前流出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我們下禮拜一確實是要討論這個題目 就是5G的SRB 那確實 大家如果看下禮拜一的簡報的話 它確實有說 鼓勵5G應用場域實證先行 確實有這樣一張簡報 這是存在的 但是第一個我不覺得那是聯合施壓的結果 然後第二個是說 它其實是代表一個很不同的 新的通訊技術的 就是政府對它的一個概念 大家可能還記得WIMAX WIMAX的時候 政府是用一個不同的方法來想 它盡可能多佈點 然後其實當時高鐵的Wi-Fi 曾經通過一次 就是透過WIMAX技術 然後後來WIMAX技術當然就被取代了 所以高鐵上又沒有Wi-Fi了 然後我們就要加一波電線 現在切換到4G 高鐵上又有Wi-Fi了 但是這個中間 大家投入了非常非常大的成本 所以我們在5G的時候 現在是採取一個沙盒的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垂直場 要驗證 不管你是做車聯網 不管你是做4K8K影音直播 不管是你去做遠距手術 隨便 其實你只要用得到5G的某個特性 但是你又不確定說 你要不要在全台灣部那麼多點 那我們就畫一塊 然後給你測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平譜是像公路一樣 如果你全部的全台灣 都要用同樣的這個標準的話 那很可能到最後卸本無歸 但是我們因為是特定場域的實驗 所以全台灣你就可以有 大概上百個不同的垂直實證場域 都在用同一個平譜 但是它的功率是 不會在跨場域彼此干擾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快知道說 這一代的5G技術 到底適合哪些應用 到底不適合哪些應用 而不是我們指定一兩個應用 然後就全台灣部點 然後才發現我們搞錯了 所以這是一個不太一樣的 對新的通訊技術的 Deploy的方法 它不一定是施壓的結果 大概這樣 OK 好 這可能有些片段的解釋的話 就是施壓兩個字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還有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但是我想拋出兩個問題 兩位自己選擇要回答哪一個 好不好 好 那第一個問題比較長一點 就是人類的學習歷程 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因為我們並不是說一個小孩子出生出來 然後他就完全已經下載完 爸爸媽媽所有的知識 並沒有這種事情 那所以要經過大量的犯錯 嘗試才能獲得新的想法 那如果AI取代了很多分析性的工作 那會不會剝奪了人類訓練自己的歷程跟機會 那也剝奪了從犯錯中 觀察中得到創新的機會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想 兩位就從這兩個問題挑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AI可以幫政府官員更聰明的做事 而不會講更多幹話嗎 這個問題 那我想兩位自己選 兩位 是是是 你還選嗎 Sega先 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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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選兩個問題看你要回答 我要立刻選第一個問題 好 好 好 因為我又不是政府官員 那那 OK 我覺得就是唐文剛講 體驗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 一本年學習在接下來會變成一種體驗 以體驗導向 體驗導向 這當然是除了學習到新的技能之外 就重點是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 所以 這其實真的是有點已經走到形而上 就是說你 你到底對於學習這件事情 是重視它的過程 還是重視它的 如果你單純只重視結果的話 你學到了一個技能 就像我們講的 五年 十年它可能會失去 但是你的體驗卻會永遠的留住 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生而為人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帶到了最後就是人類的進度 其實在於說我們能去體驗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電腦是不帶感情 我真的也看不出 到底我的賦予電腦所謂的感情 或是去定義感情這種東西到底 意義在哪裡 那絕對不會是手壓 不會有人就是 有一天就是想要去定義 或者是說 請全國之力我要複製出一個人類的情感 我相信這是沒有必要的 可是我還蠻想要的 真的嗎 你還好嗎 沒有 我感情還好 OK 就是人類的確是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東西 就是剛剛唐莫吉有提到飛劍路士學習 其實在之前還沒有那麼紅的那一段 還沒有那麼進一步的那一段 其實就是 接下來就是 Jeffrey Hinton 就是 Deep Learning 的 就是副王 他其實就提了 Capsule Network 這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裡面就隱含了一個本體論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壓縮過的神經網路 那它可以在人類取得非常少量的資訊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實體世界的一些渲染 包括一個物體的翻面它可以認得 所以就是其實人類有很多與生俱來的東西 是電腦目前還趕不上 目前其實還趕不上 Capsule Network 其實運作還沒有非常好 還沒有非常好 訓練其實非常沒有效率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們在看說 人類有價值值得保留的地方 其實是在於這些東西 在於我們跟電腦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回歸到就是體驗這件事情 我相信會是未來最重要的 那當然很多的東西 我們可以預期電腦接下來 從記憶運算到學習到探索 電腦的歷程可能也會這樣子走 因為這些東西逐漸會被解構定義得清楚 然後它會被程式化 但我覺得人類的體驗 這些東西會是保留下來的 OK 好 我終於有機會翻譯SEGA 剛剛講一大堆膠囊網絡 這個應該不是大家都有聽懂吧 OK 好 那就是說簡單 非常非常簡單來講 就是說之後AI的學習 是跟我們是高度互動性的 這個可能是最簡單的一個說明 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先下這個一億盤為期 然後它去學 學完之後就會下棋了 但是事實上在接下來的AI演算法裡面 剛剛講的我說的Sensor Fusion CapsNet什麼這些 它其實都是它隨時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你慢慢地跟它互動 但是你越跟它互動 它就越跟你互相學習 就跟狼跟早期的猿猴變成狗 跟現在之人的那個過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想接下來AI發展的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只是說它能夠收斂的多快 這個我們不知道 好 以上翻譯完畢 第二個是說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AI能不能幫政府官員更聰明的做事 而不會講更多的幹話 我想這就是AI是一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很少提到CI 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群眾智慧 但是其實像我們現在用Slido 這就是一個CI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表示 因為如果你是讓聽眾大家自己 大家舉手問問題的話 那大家把問題問完一輪 其實我們也就下課了 所以這些就是在我們霸佔 在麥克風不放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去凝聚一些共識 覺得說我們想要聽這些東西 那這個其實就是群眾智慧 群眾智慧它跟人工智慧 同樣它不是彼此之間互相拉扯 或者是說互相抵銷 剛剛講的CapsNet 或者是所有這些所謂Collective Learning 它都是在說AI可以跟群眾智慧互相接近 然後互相加強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我們一面講 大家一面在底下就開始聊天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比較能夠貼近 大家實際的這個感受 不會兩個講者加上主持人 活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就越講的 跟大家的實際的感受或想聽的 就越來越脫節 因為越脫節的話 那個我們講出來的話 是幹話的機率就越高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透過群眾智慧跟人工智慧的結合 它只要讓做決策的這個過程 不是只有做完決策 大家才知道 而做決策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收納大家的意見 然後及時地去回應 在以前公務員裡 一通一通電話 要回40個來關切的朋友們 是非常浪費時間 但是現在透過一些AI跟CI技術 加在一起 它只要回一次 就變成LINE的BOT 問答集 所有這些東西 大家就可以有機地 去參加這個政策形成前面的過程 而不是後面的過程 那我們這個做得越好 那決策者離大家距離就越近 越近自然講出來的話 就不會變成幹話 其實我們如果都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 有時候自己講的話 在別的圈圈盯起來就像幹話 譬如說之前我在網路上就收集幹話 有一個朋友就回答 我說他聽到最幹的那句話就是 你今天怎麼在辦公室 就是他老闆對他講這樣子 那其實老闆 從老闆的角度出發可能是說 那你週末可能不回家呢 可是從員工的角度來說就是 不就是你給我那麼多工作 讓我在假日必須來上班 所以說老闆講出來 覺得說自己在關懷員工 員工聽起來就是幹話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 從你出發角度是什麼 那AI到底有沒有辦法幫助 我們的這個政府官員 更有同理心這件事情 我這不知道 但是CI或許可以 那能夠更早的蒐集大家的 一些一些一些 輿論或一些想法 那透過 譬如說不管是slido 或是我們唐鳳正偉 一個人形的這樣子 一個CI 一個介面的方式 就是替大家蒐集意見 好 那今天的這個 大師對談非常感謝唐鳳正偉 所以說大家就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能開放一點點 這個面對面交談的時間 好不好 那如果台下本身就是AI的 也歡迎出來 出來交流一下 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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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